五版二語 有一天,耶穌和他的門徒一起搭船渡過加利利湖 耶穌一到海灘,就有好多人跟隨他 他們想聽耶穌對他們講乱神的道 和看耶穌醫治病人的神跡 耶穌忙了一整天,已經快天黑 跟隨他的人都有苦又餓 門徒提議耶穌打法那些人回家 讓他們可以在天黑之前吃點東西 但耶穌決定做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 他叫門徒找食物給大家吃 門徒很擔心,因為跟隨耶穌的人很多 他們怎麼會夠食物分給這麼多人呢? 一個叫安德烈的門徒,帶了一個小男孩 到耶穌面前,小男孩有五餅二餘 我們怎麼才可以用這些食物分給這麼多人呢? 安德烈問,耶穌卻笑笑口感,多謝小男孩 就在天快刻的時候,耶穌叫大家坐下 然後拿起食物,並且祝福,再將食物抹開 耶穌吩咐門徒將餅和魚分給所有人 當門徒分發食物的時候 他們突然意識到,耶穌成就了一個神跡 所有人都拿到足夠的食物 每個人都有食物吃,而且每個人都吃飽 然後耶穌叫門徒,將些人沒有吃過的食物 都收集起來 他們竟然收集到,十二男性餘計食物 神賜食物比五千多個男人 和一些女人和小孩,因為神愛他們 謝謝大家